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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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智库通的知识宝库 不知道上星期大家看完我们的飞沿雨沟通系列之后 有没有学到少少东西 就是多了去观察一下身边的人 不单止说他们在说话一些用字上 甚至乎他们的声线或者是一些微表情 整个姿势一些动作 其实都是跟你在做一个沟通的 这方面我不是专长 所以找有关方面的专家和我们一起聊 Kiki 再次欢迎你 你好 你真是很有趣 最初是透过看电视剧 觉得有兴趣 然后真的自己去铸研 去学习 真真正正上课 去很多海外的国家 然后学有所成 再回来香港 将它发展为一个事业 Kiki 既然你已经有收获了 你已经是学懂得到 如何去观察任何人 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你的员工 或者是你的一些朋友 或者商业上有机会 达成合作的人 其实会不会 已经对你的创业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或者是有些帮助 我们经常都说 懂得看人 眉头压压的人 是特别好的 可能是每一方面发展 都会比较是顺利的东西 起码对方想不想跟你合作 你听下去 他说OK OK 但可能透过一些表情的变化 你就已经知道 他还有些东西不满 会不会说 本身你学的东西 就已经帮到你做生意 一定会 真的一定会 因为我觉得任何的 relationship 我经常都说这个字 那个联系的connection 是非常之重要 那 如何帮到我 我上一集都说了 可能你是说销售 例如我真的要做销售的工作 那这个就很直接 跟客人去看穿他的心 又或者 就算你看不穿他的心 我们不如由自己做好先 由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去提升 那这个绝对帮助了 但是你说实在 Let's say 我沟通已经做得很好 我表达能力做得很好 亦都看得穿别人发生什么事 其实这个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 当我们真的知道对方真正的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这么白 就算谈生意 我不会告诉你 我的底线 我出价真的肯出多少 那我们要玩少少游戏 有少少心理游戏 但是你又不想 大家去玩得这么久 而可能失了个兴趣 那变成了这个时间 我们要持续 如果透过一个观察到对方真正的想法 尤其是说生意的买卖 又或者他其实很想跟你合作 但是他觉得你的项目一样 有想改变的地方 但是下下要别人开口跟你说 意思不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 别人都未开口跟你说 而你自己反而反过来 我觉得你对我们的项目这方面 未必那么喜欢 那我们可以改变的 人家已经觉得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 我都未告诉你 你就已经可以告诉我 问题之处 这是很大的帮助 那应该是开得好 但是其实你也提过 在香港不算真的多人去说这件事 甚至乎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说的 专业架架的资历等等 那会不会说都难去令到生意 很系统地去做 就算有人想找你 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找到你 最初是 但是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情况会不会有改变呢 就是香港的环境 或者你有没有同行 其实首先就是大家 究竟这一行的圈子大不大呢 在你们那里 如果说同行的话 我想最接近的应该都是 例如一些企业培训师 因为他们都是接触企业 去教他们某些东西 这个可以是同行 但是我很深信 他们教的方式 未必会那么注重这个范畴 这个范畴 这个独立的范畴 这个是其中一样 另外可能有些多的 可能是NLP培训师 就是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中文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一类型的培训师 他们可能当中里面 都会有少少关于身体语言 但是同样 也都不是好像去到我那个方式 去整件事去分析给你 那变了香港同行就很少 但是你说怎样去令到我做这盘生意 可以那些人知道多些 除了我要很积极去告诉别人 之余我觉得参加某些商会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之有的帮助 因为商会我觉得 除了可以大家在沟通层面上 学到多些东西之余 亦都是一个机会 可以令到你自己去告诉别人 有这件事的 对我自己的生意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商会是不是真的 大家要有一些生意往来 就是大家可能是最简单的 我们都是觉得有和销售有关的 不同的产品 大家可能有些crossover 或者你的行业需要某一些产品 但对于你来说 面对着其他企业的老闆 加入了商会之后 你的身份又是什么 最主要是否做一个宣传的功效 我觉得不是 有很多人可能看这件事 就是误解了 只是要买卖 只是要做宣传才想参加 我觉得绝对不是 拿我自己来做例子 因为现在商会当中 我都是其中一个的领导 领导之余 其实好像是 在转换另一陪生意去做 当中我们会接触很多不同类型的人 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 这反而我觉得 就算你没有生意的来往 都不要紧要 因为我是很深信 会做一件事 就算好与不好 一定会是由当中学到一些东西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想法的变化 由不想到想到现在 觉得真的有用 因为如果你只是单凭生意额来说 譬如我现在的商会 在这一年半了 那个生意额是超过了三亿 那么多了 不是我自己 整个商会 那是不是每个都有生意呢 未必是的 但是我很深信 因为透过这个渠道 而令到我自己的生意 是可以不断提升 以及一路可以学东西 透过不同的人 自我提升 其实这个是否都是 学习观察的一种呢 因为譬如说 你的专业 非然要沟通 都是要很强的观察力 参加这些商会 或者是不同的机构 那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从旁去观察 其他人究竟怎么做 可能他们的生意 的性质 方式 经营的理念 未必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你就好像 突然之间 你就好像每天都上课 或者是上多了几百课 又是另一种增值的方法 一定是 因为你说估不观察 这些人是我第一样 一定要做到的事 就是不停提醒自己 要观察 那学非然与沟通 都一样 你如果观察不到这件事 你都不会知道 其实正在发生 那观察是第一样 一定要做 那你说观察些什么 在商会 其实观察就是一路 做回我自己做的事 观察人的眉头咽咽 身体语言 甚至乎 我会观察他们 做生意的方式 未必说 一定要不出声 但很多时候 沟通 除了我问你 你回答 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 眼睛 耳朵去学到东西 有一个好机会 人与人接触到这个关系 而一路可以去学习 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 是非常好的事 最重要是把握机会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生意的商业元素 未必是很大的 但其实 真的永远都不知道 可能性在哪里 其实把握机会很重要 所以等同你最初回来香港 其实未必真的 很有想过 究竟有没有做 我们经常说 去做一盘生意之前 都要想想 是否真的有得做 当时都不知道市场的规模 或者市场的需求是怎样的 是啊 其实真的把握机会 尤其是 可能现在是疫情 很多人未必 可能甚至乎 有些生意已经是没有了 但是有危就有机 我都很相信 心态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 或者一个很正面的态度 去看每一件事 这些全部都是 我觉得 什么环境下都好 都是可以不停去提醒自己 永远不是绝路来的 只不过是因为这件事发生了 而令到你要改变 你自己做事的模式 甚至乎改变你生意模式 那我们香港人是很聪明的 少少事情难不了我们 我们是很有头脑去改变 那我觉得 其实未必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看你怎样看 Kiki讲开疫情的话 稍后回来都要跟你谈一下 疫情对于很多行业都有冲击 有些说要加快数码转型 但对于你来说 是说人和人的沟通 会不会真的隔了一部电话 隔了一部电话 其实未必可以做到效果 是不是大受打击 还有你过往的工作经历 都很为人尊尊乐道 因为曾经参与过一些 真是我们说的世纪的case 一些很巨额的遗产案等等 在这些工作经验当中 有学到什么呢 我们稍后回来再聊 看见过 继续回来至苦通的知识保护 Kiki 究竟疫情对你来说 是有危还是有机 因为我记得你有说 其实这个非言语沟通 不是单单说话的时候 其实是要观察 有些微表情 好像你说的 有时半秒之间的一些 微妙的表情变化 嘴角有没有一边 是直直向上呢 已经是分别到 我跟现在疫情 可能首先 我见着你 你见着我 都已经戴了口罩 少了一半给你看了 然后有很多的活动 都未必可以是真人见到的 可能只是透过电话 或者是电脑的视像会议 会不会有机会 收息得到 其实对你会不会有影响呢 可能从事这个领域的 这十多年当中 是否第一次遇到这些情况 其实也是的 因为之前很多人 不是单止我自己 都是很注重面对面的沟通 才当是一个真正的沟通 但是因为疫情出现了 将我们很多事情 都要等到上网去做 有没有影响是有的 但是反而我们也不要忽略了 我说的非言语沟通 不只是看这一部分 就算我们现在戴了口罩 不代表我看不到其他东西 例如我们有眼睛 额头 眉 甚至乎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的语调 这个都给了很多的资料 资讯 我们会知道 对方其实说话 是不是很紧张 有没有自信心 或者甚至乎 他是不是在说谎 这些我们就算隔着屏幕 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就没有令到你的事业发展 停下来 因为有一些行业 其实是真的难比较去做数码转型 反而这方面帮助了我的行业 因为它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说之前我自己都觉得 人与人沟通面对面 才是一个沟通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那些人要上网去开会 要谈生意 甚至乎小朋友面试 近时最害怕的 你要去那里面试 但是现在一样东西 都是在一个萤幕那里做 反而是多了一个范畴 开了给我 而令到我可以告诉别人 就算你隔着一个框框 你怎样可以沟通 而令到人是觉得你有自信 就算你很怕那样东西 你都可以假扮到一点都不怕 尤其是现在的框框其实也挺好的 我们很多时候见人很紧张 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手里 会告诉我们 可能在揉手 揉手指 或者在揉大腿 这些面对面是绝对见到 甚至我们的脚在做什么 但是因为现在只有一个屏幕 就只是这个框框 大人和小孩都会跟他们说 其实你的手在做什么呢 感觉自由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令到你心情可以平复一点 其实这件事是一件很好的事 所以数码转型对我来说 就不是我上网去教多了班 而是多了一个题 可以让我告诉别人 怎样可以透过非语语沟通 而提升自己的能力 表达能力 就算是看着镜头也好 你都会做得很自然 很有自信 正如Kiki最初的时候说 这个范畴 你其实要不断继续学 不断观察 在不同的国家 在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变化 可能过往同一个动作 搬到来疫情后 其实又有另一番的演绎 另一个意思都不定 这个可能是行业的有趣 其中一个地方 不过说到有趣 或者一些难忘的经验 相信大家曾经 可能也有些接触 就是有一些世纪官司 或者一些很大的案件 其实要用不同的鑑证方法 其中你都参与过一些 都很轟动一时的案件 就是遗产案 一些成终的名人的风波等等 其实要去用你的身份 去做一个帮手去看的角色的时候 会不会压力都很大呢 压力呀 压力真的没什么 不知是否因为 可能我们做鑑证这一科 是很中立 我没有说一定要说些东西 而令到客人讨好我 又或者我要讨好他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是很忠肯 压力没有的 还有可能想回当时遗产案 除了鑑证上有很多范畴要做之外 我的观察或者我的沟通能力 对于那件事来说都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们是很多人 一个很大的团队去做那个案件 但是如果我说话是说到一够够 又或者我不懂得去看人眉头眼睛 而不停在那里说 甚至乎想到法庭 给口供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留意著 陪审院 法官甚至律师的身体语言 他们是给什么讯息我呢 我说的东西他们喜欢不喜欢听 那就可以用到这些位置 除了说这个案件 可能有一个很深刻的工作经历 因为整个团队各方面的专才都集合 我相信又是另一种学习 另一种观察 还有没有哪些过往的工作经历 对你来说其实都很重要 或者是真的 原来那一次本身很棘手 但是可能你都可以透过另一些技巧 就是将这件事拆解到 或者是找得出一个答案 有一个结果 有 因为我记得 其实应该都大概两年前 有一个客人来找我 因为内部发生了某些事 就是公司的内部 但是他发生了这件事 就未至于想去报警 他也想看看 会不会有人可以帮到手去查这件事 那就开正我两个范畴 一就是科学鑑证那边 怎样可以找到实质的证据去帮他 但是第二呢 就对我来说更加有趣 因为我很深刻 那一宗案发生得很快 是说星期三的晚上 跟那个客人说了个亲切电话 第二 星期四 早上就去了公司开会 开完会立即就已经工作 接着是没有停到两天 不停去做 鑑证也好 另外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是等了跟那边的员工 去做单对单的 类似聊天的面 也不是说面试 但是一个聊天的方式 而问一下他们 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了 又或者那天发生的时候 你在哪里 类似有少少调查的角色 但其实我们当中是想找到更多的线索 看看那个人有没有事是隐瞒 有没有事是真正在说大话 甚至乎有没有事是知情 不过没有说给我们听 那变了这一个 我都叫做一个case 特别一点 因为我可以同步 两边一起来进行 而也可以以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探员 好像Lie to me 就可以带我进入那个角色 而得知给我的客户 而告诉他们 我觉得可能这个这个这个 是知情的 但未必他敢说给你听 他们就可以自己决定 想怎样去再跟进这件事 最后都想问一下Kiki 都在同一个领域当中 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去发展 都已经是超过十年了 到现在你觉得自己的事业发展 处于哪一个阶段 还有有什么目标呢 会不会希望不同的领域 可能都可以争取到一些专业资格 或者说其实都不是 自己都还有另一些计划 公司层面来说 当然想多些人知道 关于我现在说的 《非言语沟通》这件事 至于他们想不想学 这是另一回事 但我很想令到多些人知道 有这件事先 但大大大前提 例如公司自己本身的 vision 或者mission 都是想透过 这个《非言语沟通》 而令到大家的沟通 可以提升 变了大家的误会可以减少 这个我觉得 身边现在看很多事发生 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的沟通 做得不好 不只是说字眼 或者字眼都很重要 但是有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忽略了做个观察 或者去理解 别人对方真正的情绪 或者的意思 或者你表达得不好 而误解了某些东西 很多时候一些爭吵 甚至乎打仗 全部都是说 我们的沟通 可否达到一个协议 我们这些能力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开心些 但开心是怎样做得到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由自己的沟通 表达能力 和观察能力提升而开始 其实是否每个人 都可以去改善自己的沟通技巧 或者有些人说 不是啊 每个人都和我很友好的 或者是 就是感觉上 就是觉得自己 其实是一个 人际关系已经很好 但是是否任何人 都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在沟通上 一定有 连我自己也是 一定有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些 坏习惯 又或者会有时 因为自己情绪的问题 而令到自己的沟通能力 是下降 所以我们说 学习的空间一定有 这个是学到老 做到老 我是很相信这件事 就算你多聪明都好 一定会可以学到东西 今天再一次多谢Kiki 希望除了你教我们的小技巧之外 希望大家 在和身边的人沟通的时候 都可以多些注意 怎样可以令到大家的关系都好些 化解危机就最好了 谢谢Kiki 谢谢 你现在看的是 智库财经的YouTube Channel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最新的讯息 和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的了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住都要支持一下